在美国去年的演习 它假定了什么 它假定说18个月内 全球有32亿人感染 2.7亿人死亡于猴斗病毒 美国华盛顿邮报 这不都不是我讲的 这都是有新闻资料的 大家网络上都可以去看 华盛顿邮报报道 今年1月21号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美国的疾控中心 绝密生物实验室 一辆装有实验猴子的货车翻车了 很多只猴子逃走了 那在这期间 为了要找回这四只猴子 美国甚至出动了军队 国土安全部和联邦调查局 美国国防部生物医学研究小组 联合出动 而且封锁现场 你一听就觉得 怪怪的对吧 什么样的猴子 值得美国军队和联邦调查局出动 什么猴子这么厉害 平常动物园或者叫警察来抓 台湾应该是找 现在不找动物 不是要去找消防局 我们就是要找 动保局 对啊 不就是请动保局来抓吗 找什么军队 国土安全部 联邦调查局 什么样的猴子 要这么大动干戈呢 难道是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 齐天大圣孙悟空吗 那抓什么样的猴子 要用军队 抓猴子用军队 那是什么猴呢 历史上真的有 抓的是官云长汉寿庭侯啊 是吧 抓官云长汉寿庭侯 就需要用军队啊 过五官战六将 那总之呢 这件事情 想想就觉得 可疑啊 可疑啊 而且在当时啊 这样子都是美国的新闻报道 在当时呢 有一名45岁的宾夕法尼亚州的妇女 她呢在事故的现场 她就接触过猴子 然后呢 她就患上了 类似感冒的不明病症 结果正是猴豆的出奇症状 哎呀 可怕 而且呢 也跟新冠一样 啥意思呢 大家可能不知道 2019年 美国呢 提前一年 进行了新冠病毒 大流行的演习啊 而且成功的预言了 对吧 2019年的时候 美国就说 哎呀 我们假设一下 到了明年会有一种 新型的肺部的冠状病毒流行的时候 我们该如何预防 好 2019年我们来演习 结果2020年就爆发新冠了 好 那么这一次呢 美国也是一样 它提前一年 又预言了 猴豆会发生 那美国 它是拿了时光机器 还是真的神仙下凡呢 那怎么能够预知未来呢 好 什么时间呢 2021年的3月 美国的NTI机构 它进行了 猴豆疫情 大流行的演习 2021年3月 当时不是大家都忙着处理新冠病毒吗 怎么还会演习 猴豆呢 而且很奇怪 猴豆都多久没发生 都没爆发了 猴豆不就是跟天花差不多吗 天花也都掘机好久了 怎么美国会在2021年的3月 突然演习一场 万一猴豆大爆发怎么办呢 而且呢 演习的预言呢 很神啊 很神 2021年3月的时候 美国演习啥呢 它说 我们来预计 猴豆会在2022年的5月15号出现 结果呢 在今年5月7号 就真的出现了 在英国 神吧 了不起吧 厉害吧 奇迹啊 美国厉害啊 那早前的一般专家都认为说 猴豆传染性很低啊 但是呢 美国的这场演习又不一样 它又展现它神一般的功力 美国的演习说 我们这个演习呢 要比较特别 对吧 我们演习猴豆会在20天内发生变异 结果呢 在今年的5月22号 WHO就发布报告 猴豆在两周内就出现了变异 传染性变得更强 嗯 所以你看呢 如果这还不能够说明美国有点问题的话 下面的一些资料 你仔细听 仔细听 一般外面节目听不到 就带梗传媒 报给你听 天花病毒早就消失了 对吧 但美国呢 却在为它进行大量的准备 美国呢 近年来一直给美军接种天花疫苗 而且呢 在2021年呢 给驻亚太的美军呢 配备了天花药物 2021年美国批准了好几个治疗天花的药物 而且呢 出现了首例猴豆之后 美国立刻花了三亿美元购买天花疫苗 你说 有没有这么巧 一切都是巧合啦 未博先知啦 对吧 就这么厉害 天花病毒早就消失了 你美国就开始买天花疫苗 干嘛 你美国还接种天花疫苗 干嘛啊 然后呢 你还购买天花疫苗 就你说 美国干嘛呢 有这么厉害 有这么未博先知 你说你信 但反正我是不太信 所以如果看去年美国的猴斗大演习当中 他已经成功预言了爆发的时间 还有部分的情节 他还有其他剧本 在美国去年的演习 他假定了什么 他假定说18个月内 全球有32亿人感染 2.7亿人死亡于猴斗病毒 美国这是什么假设 这是编剧本吗 还是为补先知啊 还是他是有什么意图呢 不知道